诶 上面师兄 大师兄呢 里面 诶 大师兄 你在干嘛 以后我干活你就不要吵了 我们正在为一些我们的善性呢 去叫做加持给他们的这些福禄 这些灰村呢 这些队别呢 包括横浦也都是放在家里面的 这个跟其他的这个福禄真的不一样 平常支持能看到一个福字 我们的是由五禄财神五雷福来加持着的 好的好的 下次我多加注意 然后我们学生有一些问题 想问一下你关于新春的一些问题 然后这是你的任务卡 还有任务卡 关于你新年道教有什么风俗习惯 如果是学生的话呢 就真的是要敲他脑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课程里面全部讲过 那么 不过呢 因为你现在在拍的视频嘛 为了让大家 或者我们就是 一些观众呢 能够收获到更多的一些信息 或者学到一些道教一些在新年里面的习俗呢 我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进入了腊月初吧 大家都知道了哈 和腊八周 我们就其实已经进入了年了 那么在接下来呢 有一些 我们所谓的日子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需要重要 重视起来的 比方说是腊月二十三的宋赵君 腊月二十五的银财神 腊月二十八的 我们叫做二十八 喜拉他 什么叫喜拉他呢 就是大早熟 要把整个家居都打扮得干干净净的 把污秽之气全部都送走 完了到了年三十的时候 最重要就需要 帮我们这些 不自贴在我们的大门那里 帮我们的灰尊 钉彩两望 天官赐福贴在家里面 迎接一年的好运气 当然了 大家知道吗 在新年尤其除夕期间啊 最怕是什么 最怕就是你的言语上面呢 有一些不吉利的话 他这些不吉利的话呢 会给你带来一年的 叫做凶灾祸的 所以要特别注意 另外的话 在除夕还有除夕呢 千万不要衰烂任何东西 任何事情都要记得 谨慎又谨慎 因为衰乱呢 就代表了破 代表了破坏 代表了破财 你们最怕就是 你们大的破财嘛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我们的年初五 赢的是谁 赢财神 赢我们的赵公 赢财神 五路财神之首啊 那么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东西 就该注意的 注意好了 其实呢 我们说一年之际在于春嘛 那么在春节期间 如果我们是能够 可以把这些大的注意点 小的细节注意好的话呢 其实我们一年的好运气 也就是从我们春节开始了 哦 原来是这样 谢谢大师兄 我们还有一张任务卡 看一下 没变到手 我要看一下 想要大师兄 关于新年不一样的祝福 我觉得啊 所有的祝福呢 只要是我们认为是 发自于真心的 都是好的祝福 那么在道门里面呢 其实对大家最好的祝福 还是我们经常说的 这六个字 福生无量天尊 希望大家有更好的福报 也有更多的 这个神仙的照顾 多留一些口德的话呢 也是让自己能够收获一些功德 那如果我去说的话 因为未来的这个缘分呢 我们叫做假成年 假成年呢 是一个青龙的年份来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乘风而上 然后迎接着这个九指离火运呢 可以好好的去修炼好自己 在我们这个新的二十年的 这个地域里面呢 我们能够可以做的事情 其实很多 好好的去把握好自己的每一次机会 多点让自己有更全面的展示 在龙年里面呢 因为是一个新气象 我就祝愿大家 龙年大吉 龙年行大运 2024年 假成年 三平在此祝愿各位师兄 龙腾四海 福满天下 和家安康 财源广静 福生无量天尊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开启好的财气 福气 健康气 龙腾四海 福满天下 福生无量天尊 十年好祝各位先生 2024年 龙腾四海 一年所想 万事与一 福生无量天尊 祝大家道业精进 舒适顺水 福心高照 龙行天下 福生无量天尊 祝大家2024年 新年快乐 龙年行大运 万事顺水 身体安康 心想事食 福生无量天尊 独产天赤道 风水坛 祝大家 龙年大型 四季安康 五股风担 吉祥主义